唐灭亡之后就进入这个非常混乱和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呢 因为社会治安实在是太差了 导致呢犯罪的人 尤其是犯严重罪行的人太多了 包括一些那个黑社会啊 山贼啊 到处都有 盗贼风起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文身的这个刑法又回来了 一直延续到了宋朝 宋朝里面你看要给那个佩军 佩军就是发佩了的劳改犯人 脸上有刺字 甚至一些名人他都是有刺过字的 在北宋的时候这个刺过字的人一度非常多 尤其是军队里面 因为佩军这个事情就是 一些犯了罪的人 他会去发佩去当兵 所以贼佩军 贼佩军就是这么来的 都当过贼 但是呢这个宋朝因为他的文化比较繁荣 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出现了 就是当时的一些江湖人士 就是社会上的人士 逐渐的他发现这个 我除了往身上刺字以外 我还能刺点花呀 对 那这个就很漂亮了 这个就好看 有些人就喜欢 这个当时的社会上的美女们 还都是趋之若鹜 非常喜欢 但是这里面就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 《水浒传》里面 梁山好汉 固然是好汉 可是在正常的社会观 或者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还是贼 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 你也可以认为他们类似于黑社会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江湖人士 黑社会都会喜欢文革生啊 这种它是一种帮派标记或者什么 其实根源就在这儿 但是 但是 但是在凡事都有但是 但是呢 就是到发展到咱们近现代以后 尤其是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人的这个文身啊 他跟这个犯罪也好呀 跟黑社会 跟帮派江湖 已经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 这个就完全和犯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